1991年5月11号 在大同新平旺地区 连续发生了三起残害妇女案 这天下午四点半 有一位73岁的居民 李月英李阿姨 这李阿姨呢 在上厕所呢 被犯罪分子揪住头发 撞击那厕所的墙面 还用脚踢着李阿姨的腹部 下身的还被歹徒 塞上了一只鞋子 这作案手段极其的残忍 又是极其的变态 导致李阿姨当场死亡 下午五点左右 有一位82岁的居民 李面焕 李奶奶 在家里边被犯罪分子掐晕 并且还把李奶奶的裤子脱了 把李奶奶的肛门给撕裂了 又是变态作案的手法 到了六点左右 这才过了一个小时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江某 在胡同里面被犯罪分子打晕 脱掉裤子 遭到了威胁 三名受害人 两名老年妇女 一名七岁的幼童啊 这系列案件发生之后 整个大同都被震惊了 接到报案以后 省公安厅 大同市委 都极其重视 成立了511大案专案组 你看 之前咱们说的好多案子 成立的专案组 就是511专案组 723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 专门前边冠上了大案两个字 由大同市公安局局长 担任专案组组长 省厅刑侦处大案科的主要领导 担任副组长 成立专案组之后 立刻展开侦破工作 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跟以往那么多案子 有不同之处 首先第一招就是看厕所 因为李大姐 就是在公共厕所被伤害致死的 那么很可能这犯罪分子 还会在公共厕所 侵害他人 那年头好些个人 家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厕所的 上厕所都得去公厕 那大同警方是怎么看厕所的呢 大同市公安局 矿物局的公安处 大同市公安局 矿区分局 南郊分局 一共抽调了118名警力 还从区上啊 调来了70名 鸡干民兵 这将近200个人 都成了厕所的所长了 他们呢 分散到各个公共厕所那 就在厕所门口等着 各位 五月份 天已经开始热了 那年头的公共厕所 跟现在不一样 不是冲水马桶 都是汗厕 那里边什么物质都有 那苍蝇啊满天飞 那大驱满地爬 就那臭气熏天那劲啊 您就想想吧 受不了 受不了 那也得受着 每天一守 就是十几个小时 五月份就已经挺难熬了 六月 七月 八月 民警还一直在公共厕所守着呢 您各位想想 大热天 烈日炎炎 哎呀 闻着那个味 饭都吃不下去啊 可是这犯罪分子啊 还挺狡猾 六月十二号做了一次案 但是在这之后 一直没行动过 只要民警一撤走 这罪犯就又会凭空冒出来 六月十二号出的什么事呢 那天下午两点 有一名三十六岁的女同志 韩谋 在红旗街二十九号附近的公共厕所里面 正上着厕所呢 被罪犯呢 用石头活活就砸死了 后来七八月份 不这罪犯也没行动吗 这罪犯估计也不傻 也能看出来 天天有人守在厕所门口 很可能就是便衣警察呀 一直到了九月十四号 警力都撤了 没人守厕所了 一名六十六岁的大姐 被罪犯 用那红布的裤带子 勒住脖子 揪住头发 撞击公厕的墙面 并且还对这大姐实施了强奸 大姐的下身也被撕裂了 两只眼睛 一只被歹徒活活的抠瞎了 另外一只啊 也基本失明了 等警方再去公厕布房的时候吧 犯罪分子又没有了 整天的 这俨然玩的就是猫和老鼠的游戏啊 转过年来 1993年1月19号 这天晚上11点 又出事了 一名女工 在回家路上 被罪犯用木棍子打晕 背到了公共厕所 把女工的衣服脱光了 实施了强奸 后来得亏啊 有一个女同志 大半夜出来上厕所 发现了 送到医院 抢救了三天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93年3月22号 罪犯又在梅玉口光辉街 93号的公共厕所 殴打了一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 殴打之后 又把这老奶奶 推入了两米多深的粪坑 93年4月7号晚上 一个57岁的大姐 从女儿家串门回来 在自家门口被罪犯用木棍 活活打死 警方一直在权力侦破呀 一直在权力查找罪犯的踪影啊 但是这罪犯可没停着 前前后后将近一年的时间 连续不断作案 而警方呢 始终是发现不了蛛丝马迹 一时间 大同心平旺一带的老百姓 个个是无比的恐慌啊 女同志们呢 别说晚上上厕所了 晚上宁愿不去 买个大桶在屋里边啊 也不出去了 哪怕白天上厕所 都得接班而行 别说女同志 就好些个男同志 上厕所也害怕 有的男同志害怕到什么程度 上厕所蹲坑的时候啊 一个手拿着手指 那年头呢 大伙流行 蹲厕所的时候 看看报纸 哎 也不看报纸了 另外一个手 得拿着把菜刀 要不拿把水果刀啊 真是有犯罪分子过来 就得跟他拼命 这一系列的案件 基本上都发生在公厕里面 或者公厕周围 这起案件 也被列为了当年山西省的第二号大案 也被列为了山西省公安史上四大疑案之一 1991年10月23号 是他第一次作案 从那以后 三年的时间里面 罪犯用打击头部 手掐脖子 拔光衣服 撕裂下体 等种种变态手段 在大同新平旺 梅玉口等地区 作案32期 先后有33名女同志受害 其中50岁以上的19人 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4人 17岁到38岁之间的受害人 有10人 这32期案件里面 发生在厕所的有19期 拦路作案的6期 入室作案的是7期 4名女同志被强奸 导致4名女同志死亡 这起案件到现在 依然是咱们国家刑侦史上的典型案例 被大家称为 厕所残害妇女系列案 这一系列案件 发生在新平旺等地区 咱们也说了这么多大同的案件了 包括咱们听友里面 也有不少大同的朋友啊 新平旺地区 是大同矿物局 机关所在地和家属区 下午的时候啊 大伙一般都在单位上着班呢 晚上呢 回到家里边也没人出来 所以罪犯 把作案时间通常都放在下午和晚上 案件发生的这些地点 也都是四通八达的 作案之后啊 穿大街绕小巷的 能够迅速逃离 案件呢 要么发生在厕所 要么发生在家里边的卧室 要么发生在小胡同里 反正都是受害人 一人在场的这种情况之下 这罪犯会突然打晕妇女 再迅速逃离 所以这么多的受害者 没有一个人能提供罪犯的体貌特征 没见着呢 就被打晕了 现场遗留的物品也少 凶器都是随手捡的石头啊 砖棺啊木头棍子呀 指纹呢 也提取不上来 这一系列的特点 就让这起案件的侦破工作 变得无比的艰难 专案组也制定了侦破的方案 叫大面积撒网 重点突破 前后三年的事件 民警们除了敦坑守候之外 也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摸底 以新平旺为中心 扩展到周边的七个地区 挨门挨户的 挨个人的 在那筛选 在那过筛子 可是这罪犯很善于伪装 始终就没露出自己的狐狸尾巴 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新平旺地区的人呢 为什么他会屡次挑选在公厕作案 为什么他的犯罪目标往往就选定那些老年妇女呢 警方啊忙得脚不沾地 恨不得把周边所有人都查了一遍了 就是找不出这个犯罪分子 93年12月份 矿区公安分局通过矿物局电视台 向全区的老百姓发布了通告 揭露了罪犯的罪行 号召全区的女同志增加自我防卫意识 要勇于和犯罪分子做斗争 这个通告啊 连续播放了五天 而这个恶魔呢 也看见了 当时还天天在家里边跟家人一起看电视呢 别人在那骂 他也跟着骂 这人他也不要脸了 你看 什么叫不要脸到极致 就是别人骂他不要脸的时候 他都能跟着自己骂自己 这才叫狠人哪 三年的时间 公安机关一共投入上千警力 一共排查了一万三千多人 筛选了三百二十七名重点对象 大街小巷走遍了 附近的老百姓啊 恨不得都认识了 谁叫谁 谁家什么情况 门清 一天天一宿宿的都睡不了觉 哎 就是找不着人 直到九四年十月十号下午六点 梅玉口光辉街 有一老太太姓徐 在公务厕所上厕所呢 尽管害怕 但人有三级 家里边又没厕所呢 怎么办 你不也得上吗 蹲着的时候 就发现墙头呢 探出来一个男人的脑袋 吓得这徐老太太 嗷喽就叫了一声 提起裤子就往外跑啊 歹徒就守在门口呢 一见徐老太太跑出来 棒挡一圈 就打在了徐老太太的左眼上 这个时候呢 跟徐老太太住在一个院的宿老太太 也要上厕所 刚走近了 正好看见歹徒打人 得了 不上了 我不憋得慌了 我忍回去 吓得拔腿就跑 结果这歹徒 从后边赶上来 揪住了素老太太的衣领 朝着墙上 就猛撞了过去 两位老人呢 玩了命的挣扎呀 总算是挣脱魔爪 跑回了家 而歹徒呢 都不显得紧张 不慌不忙 跳过厕所附近的一个小矮墙 翻墙头 就走了 徐老太太跟素老太太在那喊救命的时候 徐老太太的儿子 跟素老太太俩孙子 听见了 赶出来了 这一路追呀 前面那人呢 跑得也不较快 后边这仨人呢 又正当壮年 追出去了几百米 总算追着一人 可是这个人呢 矢口否认 我没干坏事 还捡起砖头 朝着这几个小伙子 扔了过来 现在是三威一呀 无论如何 这歹徒也不是对手啊 撒人上去 把那个人这一顿打呀 正在纠缠的时候 巡逻队的人赶过来了 至此这个歹徒才被当作残害妇女系列案的嫌疑犯 被带回了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抓案组接下来进行了五个昼夜 二十来人轮番上阵的审讯工作 这个人终于供出来 没错 这些案子都是我干的 这个人叫刘洪英 刘洪英 68年6月份出生 家呢就住在新平旺地区 住在新平旺安全八十八路 二栋四丹园十五号 这人从小啊 很内向 不善言谈 社会交际能力基本等于零 但是从小呢 喜欢看小说 那年头也没电视 对吧 看小说就是消遣娱乐方式 就喜欢看点什么 侦破啊 刑侦啊 武侠呀 这些题材 84年的时候 这刘洪英可就不干好事了 因为盗窃 被哨管了三年 87年 刚一出来 屡教不改 又因为盗窃 被判处劳教三年 90年5月份释放的 出来以后啊 经人介绍 认识了一对象 结了婚了 结婚之后 夫妻感情呢 还不错 挺好 91年 刘洪英 到了燕子山工程处 机修加工厂 当临时工 这刘洪英啊 倒是还挺勤快 除了在机修加工厂上班 又在新平旺 农贸市场 摆了一个小摊卖鞋 收入 那比一般家庭 要高得多 过的生活呀 那比其他人 就是要更滋润 别人呢 也都挺羡慕 你看人家 能干就能挣 能挣 人家就能花 啊 人家这日子过得就好 日子挺好呀 成家了 也算是立了业了 那怎么后来 干出了这么一系列 变态残忍的事情呢 刘洪英被捕之后 陆陆续续的 他也交代了 他的作案动机 其实啊 他的作案动机 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人仇视社会 仇视公安机关 因为他就总觉得 自己从小到大 在监狱里边 被关了好几年 最美好的年华 都在监狱里度过的 他不琢磨 是因为他犯罪 他就感觉是公安机关的 跟故意折磨他似的 被两次少管劳教 都没能让他走上正道 反而恨上政府了 让他变本加厉的 出来之后 开始疯狂犯罪 第二点 就是上学的时候啊 刘洪英 搞过一个对象 谈过一回恋爱 女孩子长得漂亮 又狗狗又嚼嚼的 但是刘洪英的妈妈 不允许 上着学呢 哪能干这事啊 以后等你毕业了 找着工作了 你再谈女朋友也不迟啊 在这期间 他不是进少管所了吗 那女孩 还专门去看过他呢 但是啊 刘洪英的母亲知道之后 还是极力的阻挠 他们之间进一步的发展 对此刘洪英 耿耿于怀的 这也是为什么刘洪英 一直去残害那些老年妇女 因为他在心里面 有对他母亲的这种恨 他又不是那种 能彻底背逆人伦的 那就把对母亲的这种恨 这种埋怨不满 发泄到了其他和他母亲同龄的 这些老人身上 第三个作案 这刘洪英啊 爱喝酒 嗜酒如命的这么一人 每回一喝 是避醉 喝醉之后呢 又总会有一些更变态的想法 慢慢的 心理上越来越畸形 第一次残害妇女 就是喝酒之后干的 干完之后 感觉心里边怎么这么痛快的 这么快乐呢 但酒醒了 就后悔 可下回一喝酒一喝醉了 又想这么干去了 这是刘洪英 之所以会做下这系列案件的 复杂的这种作案动机 这种作案成因 刘洪英在被捕之后啊 他还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 他跟他妻子说了三件事 第一 我的事 你不要管 家里边不要费钱 请律师 第二 让哥哥和嫂子 好好地照顾妻子 和他两岁的女儿 我爱你 我爱我们的女儿 这哪像是爱妻子 爱女儿的人 能干出来的事啊 第三点 刘洪英让父亲 把自己的妻子 认作女儿 彼此照应着 以后你没儿子了 我媳妇就是你的女儿 也强调让妻子 一定要给自己父亲养老送终 为什么没提他母亲 因为当时他母亲已经去世了 刘洪英一再说自己对不起家里 同时对公安机关也提出一个要求 抓紧结案 赶紧把我枪毙 别拖着 94年10月19号 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和大同市新闻中心 在矿区礼堂联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其中啊 有一名受害妇女也到现场 情绪很激动的就说 这个家伙该杀 也有好多人说 能不能在枪毙之前 让我们打他一顿 就该狠狠的揍他一顿 当然了 这是大家的呼声 不可能实现的 最终的结果 不用想我们都知道 刘洪英被判处死刑 执行枪决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个奇葩的抢劫案啊 一丝不挂的劫匪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2016年6月17号 在广西贺州市 凌晨两点多 凌峰山脚下的一个酒吧里边啊 有几个打扮时髦 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刚从酒吧里边玩完出来 其中呢 有一个人呢 就说得去步行街那的洗手间 上个厕所 让剩下的几个姐妹们呢 等等她 大晚上的呀 她自己也害怕呀 这个女孩一边玩的手机 一边呢 向着洗手间方向就走过去了 也没注意四周围的动静 突然呢 就感觉有个影子 从她身边刷就闪过去了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呢 手机可就落入那个人的手里了 这时候这女孩子才反应过来 下意识的抬头这么一看 哎 就一眼 可把这女孩给吓坏了 怎么呢 那人是个男的 这还无所谓 主要是一丝不挂呀 上身下身 那是赤裸裸呀 给这女孩吓得呀 浑身发抖 凌晨一丝不挂的劫匪 抢了她的手机 哎呦 愣了好半天 这女孩才开始大声的喊救命 这小姐妹们听说之后 赶紧带着这女孩啊 就报警了 接到报警之后 民警们也挺吃惊的 因为呀 最近一年多了 还没有发生过抢劫案件呢 怎么突然大晚上来一抢劫案 更奇怪的是 还是一丝不挂的裸体抢劫案 警察就琢磨着 这是不是哪个精神病院的病人偷跑出来了呀 警察就问这女孩 那人长什么模样啊 这女孩说了 我也不知道当时太快了 我也不敢正面的看那个人 所以他长什么样 我真没看见 那查监控呢 那个地方啊 又是监控盲区 没有摄像头 民警啊 真是脑子都疼啊 就想着要么是精神病人作案 要么是流浪汉犯案 所以啊 警方就对这个范围进行蹲守 转眼两天两夜过去了 可是 可是那个裸体的抢劫犯 再也没出现过 民警们啊 始终找不到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不知道去哪找线索 这么着 这时间一天一天的 就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到了7月19号 晚上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子 神色慌张的 到派出所报案了 怎么回事呢 又是在那凌峰山脚下的步行街 遭遇抢劫的 并且劫匪 也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的 这个女孩子呢 人家是从香港到贺州探亲的 怎么也想不到 大晚上的啊 遇到了抢劫犯了 他说那天呢 是凌晨一点多 一丝不挂的男的 突然从后边冲过来 一把抢走了他的胯包了 他本来想上前追赶 可是一看这人没穿衣服 他也不好意思了 等他反应过来呼救的时候啊 那个男的早就消失了 这次抢劫地点 距离上一次抢劫地点 仅仅只有200来米 所以啊 监控摄像头依然是没有的 这还是监控盲区 这时候警方决定 咱们呢 尽管这查不到监控 凌峰山周边的各处监控 能不能找出线索来呢 这回在一条山间小路上的一个监控摄像头 可就拍到了关键的一幕 这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7月18号 一个赤身裸体的男的 从山里的那临隐小路上啊 来来回回地在那走 经过技术处理 终于看清楚这个人的相貌身形了 这警察一看 这肯定不是流浪汉 因为啊 皮肤很白皙很干净 那是神经病人吗 不知道 身材还挺好 身上啊 哪都是嘎的肉啊 都是肌肉 这种身体状态的人 他不像是有精神疾病的样子呀 为了尽快的找到嫌疑人 警方呢 也加大了搜山的力度 甚至把凌峰山上的各处山洞都搜了一个遍 可是搜来搜去 还是没发现这个人 因为这回已经知道嫌疑人长什么模样了 就特地啊 上到公安部数据库进行比对 看是不是逃犯呢 或者有什么犯罪前科的呀 也没有结果 排查案发地周边的流浪人员 精神病院的病人情况 也没线索 那一个完全正常的人 为什么会做裸体抢劫的事呢 这边调查还没有什么眉目呢 7月28号晚上11点 还是在凌峰山步行街附近 又出事了 有一个女孩叫小美 她的包也被这个人给抢走了 这时候啊 有民警提出来 咱们呢 得发动一支神秘的破案力量了 这支队伍那是无所不能 能量极大 您各位该说了 神秘侦探 还是什么特警武装 哎 都不是 是跳广场舞的大妈 因为啊 在凌峰山脚下的广场上 有这么一群退休的阿姨 自发组织了一个社团 就叫漂亮阿姨 平时一起在这唱唱歌 跳跳舞 这三次案发 都是在这步行街附近 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 就住在这一块 民警们就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告诉了这些阿姨们 一方面呢 是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啊 晚上尽量别出来 另一方面呢 就问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线索呀 还别说 这一问呢 真有收获 有一个阿姨就说 前不久啊 我在凌峰山上 撞见过一个男的 赤身裸体的 一丝不挂的 当时他在山洞里边 哎呦 做的那动作呀 那 哎呀 我都没法说 我都不好意思 他太羞人了 他太猥琐了 民警啊 就让这阿姨多多留意 一旦再发现这个人 赶紧跟警方联系 8月25号 这阿姨呀 把电话打到了公安局 说又看见那人了 这回民警们立刻出动 赶到广场 这回啊 这个人穿的倒是挺整齐 骑着一辆摩托车啊 悠哉悠哉的 在广场边上跟人聊天呢 民警上来这么一看 就是他呀 一下子把他拽住 带回了派出所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他怎么会想出来 这么奇葩的抢劫方式呢 在当地啊 有一个神秘的刑侦队伍啊 侦察队伍 就是广场武大妈 哎呦 这广场武大妈是真厉害 警察苦苦寻找嫌疑人 找那么长时间就没找着 哎 这大妈呀 还真找着了 这一天呢 大妈给警察打电话 说看见这人了 你们快来吧 警察去了 这么一看 这回这人呢 穿着衣服呢 穿戴很整齐啊 还在那跟人聊天呢 民警上去 三下五除二 把他就拽住 带回了派出所 这嫌疑人呢 姓左 这三起赤身裸体抢劫案 确实是他做下来的 这个男人面对警方审讯的时候 思路很清晰 一点不像是精神有问题的人 这人说了 我从来不再有监控的地方抢劫 我都是得事先踩点的 警察始终有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这要放别的案子吧 嫌疑人都得想方设法的 遮住自己 穿上大衣 戴上口罩啊 戴上墨镜 全身舞的严严实实的 可这个人呢 哎 人家呀 哪都不舞 全露着 坦诚相见 为什么呀 这左某啊 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说了 我就是没钱花了 才去抢的 我不穿衣服 裸体的话 那些女人就不敢看我 我才好逃跑啊 嘿 你瞧瞧 人这理由啊 你让人没法反驳呀 你也不得不说 这是个怪才啊 是吧 另辟蹊径啊 在他和警方的 这个交锋过程之中 一问一答的交流 没有任何障碍 这左某啊 已经三十岁了 人家呀 还有家有口的呢 结了婚了 妻子怀孕六个多月了 他已经是准爸爸了 一开始呢 他不是想着抢劫 他说一开始是因为妻子怀孕 俩人分房睡 毕竟没有办法过夫妻生活了嘛 他呀 有生理需求 就去了凌峰山上 把这衣服都脱了 赤身裸体的去骚扰女性游客 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姨说看见在山洞里 他在那做猥琐动作 不久之后 他就觉得我这光猥琐 猥琐他也不换钱呢 哎 我抢劫吧 这才有了后面的这三起裸体抢劫案 听到这儿 您可能会觉得 哎 这左某是挺正常的啊 其实啊 他能这么想 他会做出来这样的事情 就代表他不正常 这跟他的经历也是有关系的 这左某呢 从小是留守儿童 父母啊 常年的在广东打工 就把这左某留给爷爷奶奶照顾 这左某从小说话呀 有点打舌头 别人呢 老嘲笑他 尤其是同年龄段的这些小伙伴们 久而久之的 在学校里边老受气 也不愿意上学 就辍学回家了 打这儿起 也没个正经事 整天的东逛逛西逛逛的 没文化啊 干不了什么脑力劳动的活 但是呢 也不想干体力活 不想打工 父母呢 就觉得亏欠他 从小没好好陪伴他 生活上呢 就供他吃 供他穿 二十多岁的左某 一个正经行当 也没正儿八经的干过 你说给他介绍个工作吧 干不到一个月 准辞职 干过保安 嫌工作时间长 累 干过保洁 嫌弃要扫厕所 不愿意干 脏 这左某啊 处处啊 是一副少爷的心态 我就得享受 看着这儿子好吃懒做的 父母没办法了 得了 先介绍对象 结个婚吧 结了婚 可能就好了吧 可真要介绍对象的时候 又犯了难了 人谁家的女儿 也不愿意嫁给他呀 都知道这个人呢 哼 不干正经事 经历了多番相亲的挫折之后吧 这左家人呢 要求是不断的降低 到最后基本上 就两个要求 第一女的 第二活的 那终于是给这左某 娶上媳妇了 这个女人呢 视力上有点问题 并且呀 未婚先孕 还带着一个三岁的儿子 嫁了过来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左某能找着媳妇 那就不容易了 结完婚以后 父母就指望 他能有所改善 但改善了吗 那是一丁点也没有啊 还是 坦然的当着啃老族啊 天天没吃了 没喝了 就找爹跟妈去要去 有了孩子 有了妻子 什么叫赚钱养家 什么叫养家糊口 这跟我没关系啊 我爹妈要是给我点 我就分你们口吃的 要不给我 那我吃完了 你们就饿着呗 这时候啊 左某的母亲 想了一法子 说用一下子激将法 什么叫激将法 就跟这左某说了 等你媳妇生了孩子 咱们就分家 你自己养活他们 母亲呢 本来是想着用这个法 逼着儿子出去找工作 赚钱养家 他得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啊 要不以后老两口子老了 甚至有一天老两口子没了 那这儿子怎么活呀 可哪想到啊 没逼着儿子干正事 反而自个儿这儿子呀 成了一裸体抢劫犯 左某在接受审讯的时候 到了最后一刻 还是跟民警始终就说着同一句话 说着同一个观点 说我为什么要抢劫去 因为我妈说了 要跟我分家 这要分了家 我连饭都没有了 我只能去抢劫了 那为什么脱了衣服抢劫呢 这左某又说了 要是暴力抢劫呀 有生命危险 我怕打不过人家 再者说了 我真把人家给打伤打死了 我这犯的事就太大了 我就想着脱光了衣服 那这些女孩子就吓傻了呀 那我就能跑啊 这种方式多轻松啊 所以您瞅瞅啊 就连想着干抢劫的时候 他都得啊 想出来一个 能够特别轻松的 特别没有危险的 不用付出辛劳的方式 后来警察也问他 你的孩子还没出生呢 你现在想不想他呀 照理说马上要当爹了 肯定得盼着 看见自己马上出生的孩子呀 哎 结果您猜这左某怎么说呀 不想 我得离婚 要他们有什么用啊 娶个媳妇弄个孩子 光吃我的喝我的啊 也不知道供养着我 一点用都没有 我得离婚 你看 这么一个男人 这是典型的什么呀 没有责任感 没有担当 光着身子抢劫 这又是典型的 没有任何的利益廉耻 那么对于这个奇葩的抢劫犯 您又是怎么看呢 对于这个奇葩的抢劫犯 我得离婚的抢劫犯 我得离婚的抢劫犯 我得离婚的抢劫犯